大家好,我是虎课网的小张老师 今天这节课主要为大家讲解Skychub相机工具栏 其中重点是定位相机的使用 难点是漫游工具的基本操作 素材和原文件可以在视频右侧点击黄色按钮下载 接下来我们开始学习Skychub相机工具栏 首先打开素材文件 素材文件是一个室内户型 我们环绕观察一下文件 第一项定位相机与绕轴观察工具 首先我们查看工具 第一个是缩放工具 第二个是缩放窗口 第三个是充满视窗 第四个是上一个 第五个是今天要学习的定位相机 第六个是绕轴旋转 第七个是漫游工具 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一个 定位相机工具 我们单击定位相机工具 此时它变成了一个小人的形状 将光标移动到目标点 我们在相机高度输入1676 这是一个通常的高度 输入完成后之后 鼠标变成了绕轴观察工具 我们向左向右 环绕观察 第二个相机设置实例 首先再次打开我们的原始文件 选择定位相机 定位到一个点后 选择绕轴观察 进行环绕观察 将我们的视点向右进行平移 向左再次进行平移 选择动画 选择添加场景 添加完第一个场景之后 再次进行移动 右键再次选择添加第二个场景 向左移动 右键再添加第三个场景 然后我们在一二三 三个场景之中来回切换 关于修改名称 我们可以在右侧场景面板中 单击下方的名称 进行名称的更改 在这里我们依次设置 为001 002 003 设置完成后 我们点回移动工具 设置第三项 漫游工具的基本操作 在漫游工具中 我们可以输出连续动画的漫游效果 我们选择最后一个漫游工具 启动漫游工具之后 光标变成两个角的形状 我们按住鼠标 向左移动 可以实现图像的放大前进 我们按住Shift向上 向下移动鼠标 可以实现身高和降低 如果按住Counter键 推动鼠标 则会产生加速前进的效果 下面介绍第四个项 设置漫游动画 我们将我们之间的场景 进行删除 向后进行移动 然后在001右键 添加场景 二号 再次移动 再次添加场景 向右 再次移动 再次添加场景 然后按住鼠标 向后移动一段距离 添加场景 向右移动 再次添加场景 好了 接下来我们选择试图 动画 选择播放 就可以依次播放 我们设置好的动画 关于动画参数 我们接下来 将为大家进行讲解 在动画选项卡中 我们切换到开场场景 场景转换 评定转换中 下面的每个场景时间 是漫游动画完成的时间 下方的场景暂停 是场景之间切换停顿的时间 我们可以依次对它们进行设置 在这里将场景转换设置为二 场景暂停设置为一 第五项 我们设置输出漫游动画 我们调整好漫游的节奏之后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 MP4格式的设置 保存类型 我们选择MP4选项 第一项 分辨率 分辨率 分辨率越高 输出的图像越清晰 所专用的内存也就越大 在这里我们选择最后一项 480p标准 第二项 图像标准有16比9和4比3 其中16比9是现代的宽屏 它会有更好的视觉效果 菜方的帧速率为24帧每秒和30帧每秒 我们可以采用国内通常的24帧每秒 最后一项 抗锯齿渲染 如果我们勾选视频 过渡效果将会更加平滑 我们默认为勾选 我们单击确定 选择合适MP4 选择导出 好了 视频导出完成 我们先回到桌面进行查看 在后期 我们可以通过PR AE等软件 对视频进行特效处理 好了 本节课程讲解完成 学设计上虎课网